一雙眼直盯著鐵籠外 这是棕熊Mark从没看过的风景 勇敢踏出铁籠进入新环境 这一刻他等了二十年 雪地里大口啃着胡萝卜 这是如今的Mark 不过这 倒在铁栅栏内一动也不动 也是Mark 二十年前Mark出生不久 就被送到这间阿尔巴尼亚餐厅内 工人观赏 甚至让小孩骑在背上拍照 当成身材工具 在这只有一百平方公尺的铁牢内 一待就是二十年 环境不佳又遭不当喂养 Mark体重飙上两百五十公斤 严重超标加上运动量不足老化多重影响 健康恶化引起动宝团体关注 去年年底终于出现转机 餐厅一主新主人与动宝团体联络 为Mark寻找新家安度晚年 如今Mark已经安置在奥地利天然庇护所 不过和Mark一样常年受困的动物不在少数 一己之私是否值得动物赔上一生 值得你我深思 三里新闻环宣报导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